我是邱長廷 我是一個小說家 目前有出版一些科幻奇幻 等等都有涉獵 然後還有兒童文學相關的作品 那星神他就是一個比較偏純文學的作品 目前我居住在台東 也在台東大學通識中心 教授中文閱讀與寫作的課程 他是跟台灣的一些信仰 還有追求信仰的人有關的故事 但是又不僅僅局限在信仰 他不單單是在指宗教上的 他可能也是有跟人的自我認同的追尋 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較情感面的 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還有一些跟一些台灣的 一些傳統的儀式 甚至是原住民他們的信仰是比較有關的 這五篇小說他彼此互有一些關聯 那主要他裡面其實有一些事件 是讓他們聯繫在一起 那我其實覺得他有點像是一個 懸疑甚至是一個解謎的故事 那他這五篇小說 他一開始他是有一個廢棄的一個輪船 然後去扣連這後面的幾個故事 那他一開始是一個叫做千望桑巴的故事 那他在講的是一個家庭失衡的少女 他的父母都失蹤了 然後他跟一個有點像不良少年的一個男孩子 叫做小麥 然後他們兩人之間產生了一些比較特殊的 就是一個虐與被虐的關係 但他又可以連結到就是跟一些道教的信仰相關 因為他是跟那個炮炸寒丹野 就是那個小麥他去擔任那個炮炸寒丹野這樣 那第二篇花他就是在講有一個 算是酒店的女子在酒店工作的女子 他的外婆以前是560年代台語片的一個演員這樣 那他的外婆相信有花精的存在 但是這個花精也因此讓他的外婆 就沒有辦法繼續做演員的工作 那後來這個酒店女子他有跟一個 他的在酒店裡面的一個顧客就是產生一些 比較曖昧的情愫 那那個顧客他其實又是上一篇千萬傷疤裡面 那個討債人裡面的一個角色 那第三篇火夢呢就是 再回到一開始提到 其實他在第一篇就有一個廢棄的輪船出現 那是一個角色小麥他最後在那邊 就是被逼到那一個廢棄的輪船上 然後他有點生死未卜 然後到了第三篇火夢 就是有一個代儀這樣的角色 他是出生在一個東海岸原住民的一個部落 然後他本來好像是一個棄嬰 就是在那個廢棄的輪船上被發現 那因為在這個故事當中他的女兒就是出了車禍 所以他就決定要去尋找一些 就是他女兒為什麼會出車禍這樣的事情 第四篇吧 有一篇叫做殺死香蕉樹 那其實是我虛構了一個很像是邪教的一個組織 叫做他們信仰懺悔神 就在那個宗教裡面大家都要懺悔這樣 才可以得到某種救贖 那裡面有一個角色叫做江品琴 他一直想要去復仇 因為他的家庭被這個 懺悔神雲教會毀掉了 對那所以他心中其實對於信仰 還有就是他一直以來他相信的這個懺悔神 他其實內心有非常多的衝突 那我是對於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還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他的影像感非常的強 就是心神的影像感非常的強 那這其實也是我寫作的一個特點 那同時這五篇故事 他其實互有關聯 他藉由一些小小的元素 可以把他們串聯在一起 所以我其實覺得他可以是一個大的敘事 他可以有一個主要的角色跳出來 然後他去藉由這五個故事他去經歷 然後去找到他背後一個 他其實有某一個真相的存在